面对的零四大选 国民党诉求 做出战争与和平的差异 其中对话就是重要的环节之一 因此这个月十六号 在大陆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 国民党确定不会缺席 继续军动海峡论坛交往对话 坚持反对台语 一年前视讯参与海峡论坛 一年后夏立言直接组团 包括自己与朱立伦小舅子高斯伯 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一行 都将出席 至于对岸高阶涉台官员 这有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国台办主任宋涛 都预计当面表示欢迎 恢复对话最要紧 但陆卫会还是提醒 谨慎防范别成统战样板 何况接着是总统选战 这是例行性的 每年都办的 过去三年是因为疫情关系 用视讯参加 如果有负面效益 我就不会去了 主席就不会让我去了 权衡是力大于弊 因此除了自己 蓝营还将派出 新路市党部主委 李静颖 苗栖市党部主委 邱玉峰首度出席 主打年轻 不止既有班底 以地方交流的名义 两个是算是同梯 一起成为地方主委 那也是国边党 我们叫年轻的世代 那我们也希望把年轻的声音 带到两岸交流的环节当中 此外 金门理委陈玉珍 也将和当地50位村里长 共同参与 要重申的 还是那句 一切符合法令 TVBS新闻网 APP